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舞报 或者小丽 我们一起来看新闻 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 6号举行新冠肺炎疫情 联防联控工作第13场新闻发布会 福建省工信厅 文旅厅 医保局 福州海关等部门相关负责人 介绍了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等有关情况 我们来看记者的报道 这是7天以来的第三场 福建省新冠肺炎疫情 联防联控新闻发布会 时间依然持续了60分钟 在发布会上 福建省工信厅介绍 截至目前 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有17000多家复工 复工率达到了98.1% 各地市的复工率均超过了96% 所以我们要确实增强责任感和紧步感 既要抓企业前面的互产打产 又要抓重点项目 开工建设 既要抓要素保障 产力链协同 又要抓市场开拓 当前要千方百计的促进企业 化肥产能 尽量高负荷 满负荷的生产 把疫情造成的损失抢回来 补回来 努力实现工业的发展目标 在发布会上 我也进一步了解到 福建省季改基金加快扩盘到200亿元 降低了申请门槛 扩大范围支持企业 既改融资 以累计支持既改项目116个 签约投放金额达到了155.3亿元 那在发布会上 福州海关也介绍了 目前的防控相关情况 主要是依法科学采取严格的口岸防控措施 内防输出 外防输入 坚决遏制疫情 通过口岸传播扩散 通过对所有的出入境人员 严格实施三查三排一转移 百分百要求所有出入境人员 都必须进行健康申报 进行认真的审核 做到万无一失 东南卫视记者福州报道 我们把视线转向台湾岛内 台湾地区流行疫情指挥中心6号宣布 新增一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是第34例个案同病房不同病逝的 已出院病患 为一名50多岁女性 是台湾第45例确诊病例 而对于此前极力宣传 健康的人不用戴口罩 台卫福部门官员在面对质询时 也改口了 引发诸多争议 前新增的一个案例 确诊的案例 我们第45号的案例 那第45案例还是从我们34号 这样的一个案34所衍生出来的 那处于在该院里面 同病房不同病室的出院的病人 陈时中表示 第45例确诊患者 近期没有岛内外旅游时 2月14号因其他疾病收治住院 与第34例新冠肺炎确诊者 同病房不同病室 于2月20号出院 3月1号 卫生单位进行 第34例相关风险对象追踪裁剪时 因检体显示异常 3月5号再次裁剪 于3月6号确诊 目前收治在负压隔离病房 新冠肺炎疫情在岛内蔓延 但民进党当局上下都执意宣称 健康的人不用戴口罩 国民党籍民代杨琼英 日前就这一话题 质询台卫福部门副主管何启功 到底要不要戴 我们坐高铁密闭空间 坐捷运密闭空间 坐公车密闭空间 因为早上部长已经说 不排除社区感染 那到底要不要戴 请问 报告委员 如果在整个高铁或者捷运 算是比较密闭 不通风 然后人比较拥挤的时候 其实每个人几乎都是在戴口罩 就是民众自主管理 要戴 那就专业的立场 到底要不要戴 你是主管机关单位 到底戴对还是不要戴才对 因为你的影片是告诉我们不要戴啊 你到底要不要戴 面对杨琼英的一再比问 何启功这才松口说道 我们现在还是维持原来的基调 就是你到密闭空间 或者是人比较多的地方 近距离会接触的 是要戴是不是 这个要戴 对 要戴啊 魏无部是一个专业 正在搞了一个骗子 影片的骗啊 影片 你不要紧张啊 不是骗子啊 不要再将错误的讯息 由你这专业的部门拿出来 这会 撤西郎啊 对于民进党当局前后不一 台网友纷纷讽刺到 口罩不够用 不代表你就可以宣传不要戴 为了掩饰之前不学口罩的谎言 而撒一个更大的谎 民进党当局的政策 分明就是超大发夹弯 据团媒体的报道 面对岛内新冠肺炎疫情延烧 台内务部门主管徐国勇5号表示 将暂时取消全台性酒驾检测 引发各界质疑 台行政机构负责人苏贞昌6号 紧急出面灭火 强调酒驾还是零容忍 这番举动被外界解读 颇有民进党内派系交锋的影子 台内务部门主管徐国勇5号宣布 为了避免执法人员执行酒驾检测时 可能会被传染新冠肺炎 暂时取消全台性酒驾 此举引起岛内民众的质疑 担心酒驾事故会因此增多 而各县市长也不满账 不管内政部怎么讲 高雄市警察局对酒车的工作 完全不会放松 酒驾的死亡率是很高的 那不会失给新冠肺炎 酒车是一个无形的杀手 我不会停止的 我会用弹性重点的方式来启蒂酒驾 我们是衡量实际的需求来执行 那目前并没有停止的计划 脸书粉丝专页老天鹅娱乐 针对此事发起投票 称徐国勇因新冠肺炎延烧 将取消全台性酒册 你认同他的做法吗 结果显示 仅12%的人认同徐国勇做法 高达88%的岛内网友表示不认同 网友认为 酒驾就跟那些需要隔离 却到处乱走的人一样可恶 面对各界反弹 徐国勇舍后改口称 是为了让防疫人力有效运用 全台性酒册才暂时取消 但地区性有需要还是可做 警察这个时候是非常非常的忙 所有的警力要投入 而这个时候就会影响到 我们防疫的这些工作的进行 地方政府有的多达一个月十几次 至少六次八次这样子在地区性的临检 绝对没有停 但徐国勇的补充说明 显然没有取悦他的上级 苏贞昌 台行政机构负责人苏贞昌 紧急出面面货 苏贞昌并在脸书上发文 收回暂停全台性酒册的命令 台湾中市电子报对此报道称 徐国勇因为暂停酒驾检测言论 捅出篓子触动了岛内民众的敏感神经 但由苏贞昌亲自出手 让外界嗅到不寻常的气味 报道称 徐国勇此前因为与台警政部门主管陈嘉青 处理人事案不同调 陈嘉青越急找苏贞昌背书 令徐国勇间接与苏贞昌种下心结 陈嘉青又是民进党内新潮流系大佬 陈具的爱将 徐国勇与陈嘉青的恩怨 逐渐提升为新苏系与非新苏系之间的分歧 在苏贞昌的团队中 恐怕徐国勇已经不再算自己人 有民进党人士感叹 5月20号台湾地区领导人就职将近 民进党各派系都有想法 未来类似事件难免陆续上演 为应用新冠肺炎疫情对岛内经济的冲击 民进党当局计划推出 面向餐饮商圈夜市和艺文活动四种产业的振兴抵用券 总面额800元新台币 但先前说要搭配岛内旅游 有异地住宿消费才能领用 这一规定引来旅游业者和民众的不满 认为不会产生什么振兴效益 用餐客人稀喜落落 这是疫情当下岛内饭店业的日常 连住宿订单也少得可怜 那么民进党当局接下来将要发放的振兴抵用券 能够帮得上忙吗 我们觉得成效应该不会太彰显 因为金额太小 因为我们的平均的消费金额是比较大的 所以对我们目前的客群来看的话 我们认为整个的住宿不会太大 业者看到问题关键 也就是光800元新台币振兴券 到底能不能让岛内民众 愿意掏更多钱去住宿游玩 金额大一点比较好 有没有住宿补助有差 有差 当然有差 金额高一点 800块起不了什么作用 不会因为这个动机 有这么强大的动机在去外面玩 秋冬的那种补助会好一些 民进党当局拟定的振兴抵用券 目前是规划面向餐饮 商圈 夜市和艺文活动四种产业 总面额800元新台币 但先前说要搭配岛内旅游 有异地住宿消费才能领用 听下来比起去年的秋冬旅游补助还不如 不过日前台行政机构负责人苏贞昌 面对国民党籍民代质询时 又改口说 限定异地使用的规定会更改 此外民进党当局还定调 现阶段是以纾困为主 但要纾困光喊的大声 台交通部门也说 要寄出15亿元新台币补助 却还没任何细项 让饭店业者急得跳脚 先给我们一点药 然后让我们可以舒缓一下 而不是一直在等待 然后我们整个员工也都吓到 我们每天就看到没有客人 一个楼层 可能就一间房间两间房间 疫情冲击岛内经济 民进党当局说要帮忙 业者还在哭等 因应新冠肺炎疫情 台北市设立了防疫旅馆 目前已经有22名居家检疫者 住在里面 不过却被台北市议员质疑 这家旅馆一般的旅客也可入住 而且没有强制区隔 担心反而可能造成感染 食物送到房门口 消毒酒精准备好 旅客健康调查表更是不能少 这是台北市设立的防疫旅馆 但有台北市议员质疑 其中有隐忧 同样入住在同一栋旅馆的情况 更是需要有明确的这个动线分隔 以及房间的清扫 垃圾的处理相关的SOP 一定要非常的明确 否则的话 这个不止入住的旅客会担心 可能未来要到我们台北市旅游的 其他旅客也可能会有一些疑虑 台北市议员担心防疫旅馆 没有强制力 让一般旅客和居家检疫者 混住在同一层楼 可能反而造成感染 所以现在的状况就是 所以防疫旅馆一定是做到分层分流 相关质询 立刻被台北市政府惨纳 台北市政府表示 如果业者没办法做到防疫区隔 那就取消合作 而清明节要来了 扫墓人潮多也怕成防疫漏洞 希望能够用网路攻击的方式 真的还是想要上山去做祭拜的话 麻烦大家配合 因为我们会分批进入探馆 至于台北市政府内部 144个局处也都找好第二办公室 以防疫情出现变化 中国国民党在年初的2020选举中惨败 前任党主席吴敦义请辞负责 剩下的一年三个月任期 定在3月7号 也就是今天 以补选方式产生新任党主席 由中国国民党前副主席郝龙斌 和国民党籍民代江启臣竞争 国民党今天在全台湾 开设271个投开票所 共34万5971名 具有投票权的党员投票 国民党前主席马英九 吴敦义 分别于上午的8点40和9点 前往国民党中央党部投票 待整体投票结束 预计下午4点起进行开票 最终根据得票数 产生国民党新任党主席 而今天与党主席补选同一时间进行的 还有国民党32席中常委的改选作业 为端正选丰 以及重振国民党的形象 国民党中央考计会6号火速开会 会后 国民党中央考计会代理主委周首峻表示 会议广泛讨论了江启臣实名检举的抹黑文宣 但后续决议还要再厘清才能做出 国民党中央考计会4号已讨论党主席补选 即中常委选举重大选丰违纪案件为由 发出开会通知 共有11位考计委员同意与会出席人数过半 6号上午10点半顺理开会 外传国民党中央下令 本次会议要处理傅昆奇恢复党结案 国民党中央考计会代理主委周首逊予以否认 周首逊说 会中也讨论七八件无法成案的不具名检举案件 涉及中常委选举中的请客吃饭 换票联盟 卖票等事件 地点包括台北 台中 苗栗 高雄 由于党内选举适用于所谓政党法33条规范对象 会中决议将送检调彻查到底 中央与地方党部选间小组持续追查 提供相关事证给执法单位 如果最后罪证确定 将回溯撤销特定人士的当选资格 据报道 周首逊上周三代理考计会主委后 因傅昆奇恢复党结案而广受瞩目 颇令不少党内人士期待 部分中常委候选人更寄予厚望 希望考计会真的能挥大刀 对遏制选丰起杀鸡紧猴的作用 国民党主席选举前夕 郝龙斌 江启臣在最新的竞选影片中 不约而同抨击国民党的降纲文化 国民党考计会6号讨论党主席补选 继中常委选举重大选丰违继案件 郝龙斌 江启臣此时炮口同时向内 格外引人关注 都希望我们这次选举的过程中间 是理性的 是和平的 但是我看到的非常遗憾的 就是从过去两个月 我看到了非常多负面的选举文宣 负面的供给冲着我来 党内选举有需要搞成这样吗 国民党里面有需要有1450吗 我们难道受这样的伤害还不够吗 郝龙斌6号上午受访时重申 如果当选党主席将推出三大主张 改革中常委选举 未来中常会重大议题决策 将改采多数决议制 包含党主席在内 都要充分尊重多数人的意见 建立党内民主决策机制 候选人江启臣则前往办会前主席吴博雄 争取支持 他在会后受访时表示 吴博雄关心国民党的未来 希望国民党多栽培重视年轻人 国民党也需要年轻化 跟各时代互动对话 好的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我的同事 东南卫视驻台新闻观察员卢强 来看看岛内媒体就这次的国民党主席补选 都有哪些观察和报道 卢强把时间交给你 好的 小丽 国民党主席补选谁将胜出 今天就将揭晓答案 而根据国民党等务人士估计 如果党主席补选投票率仅三成 那获得大约5.5万票就能当选 今天下午5点左右就可分出胜负 那选前的党内媒体调查显示 一般台湾民众中有30.3%的人认为 江启臣对国民党未来发展比较有利 郝龙斌只获得了16.8%的支持 但值得玩味的是 江启臣和郝龙斌在国民党的支持者当中 两人各获得了37.4%和37.6%的支持 表现不分伯仲 那从数据可以看出来 一个是普通民众的支持度有近14%的落差 那一个是国民党内的支持度差就很小 不过对于这次的国民党主席补选 外界普遍是不看好 除了国民党自身存在着诸多的问题 有台媒就用船过水无痕来形容 认为存在感极低 像是空气般让人无感 我们先来看国民党内 仅仅两人参选 也都人前高喊团结 却随着竞争激烈 把君子之争变成了党内斗争 这边检举遭到黑寒攻击 那边就控诉被网军抹黑 彼此引设对方阵营所为 以至选战过程 只见两个阵营忙着喊冤或者控诉委屈 就是不见主帅带头呼吁支持者自我约束 一场党魁补选重现国民党百年老殿 外斗外行内斗内行的旧门风 因此有台媒就直言 国民党是伤疤犹在忘了痛 而比选情更冷的是 外界对国民党未来的期待 对于原本蓝绿分庭抗礼的台湾政坛 当主席补选算是一件大事 但这一次国民党主席补选 却存在感极低 中国时报的分析文章指出 当郝龙斌江启臣 接连表态怨扛重责 确实激起过社会期待 只是过去一个多月 在新冠肺炎疫情备受关注 民进党当局所谓以一谋独的作为 引发社会反弹之时 却不见国民党有中道理性客观的发声 那试问两位国民党党主席候选人 有对疫情蔓延讲过哪些重要的话吗 同时更有谭媒指出 这次国民党主席补选 无论谁当选 就任后都面临许多问题 包括经费 党户营运 以及未来路线发展 两岸论述等等 可以说一场选举众生百态 好的 以上是今天我在台北的书里 把时间交还给福州小丽 好的 卢强 本栏目由金砖会务用酒 扶毛叫酒赞助播出 好的 接下来到了广告时间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南卫视海峡舞报 本栏目由广东省名牌产品 海力不锈钢管聚明播出 感谢官方指定合作品牌 小鸟电动车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东京奥斯维主席森奇朗6号透露 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雅典圣火交接仪式上的日本学生表演 将全部取消 一百多名小演员也不再前往希腊 根据原来的安排 3月19号 希腊奥委会与日本奥委会 在雅典举行圣火交接仪式 日本派出大约140名来自全国的中小学生 在仪式上进行街舞等文艺表演 曾担任过日本首相的森喜朗 6号在奥组委总部告诉记者 为了孩子们的健康和安全 组委会决定取消他们希腊之行 他还透露 圣火在3月20号抵达日本时 原定于在工程县举行的 圣火欢迎仪式上的学生演出也将取消 涉及的当地小学生大约有两百人 目前日本全国的小学初中和高中 已经全面停课 东京奥组委将派出一个代表团 参加12号的圣火点燃仪式 不过因为疫情的影响 代表团的规模也将缩小 此外 东京奥组委6号宣布 举办奥运会游泳和跳水比赛的 奥林匹克水上运动中心 已经按计划完工 这标志着 东京为奥运会和残奥会 兴建的所有八座永久场馆全部完工 东京奥运会共启用43个场馆 其中包括8个兴建永久性场馆 25个现存场馆 以及10个零食场馆 好的 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简讯 来快速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其他消息 当地时间6号 欧盟成员国卫生部长 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召开紧急会议 讨论如何采取有效措施 阻止新冠肺炎疫情在欧洲进一步扩散 在会上 部分欧盟成员国卫生部长指出 防护服以及防护口罩等医用物资短缺 是欧洲国家当前面临的迫切问题 虽然已要求生产商加快供货 但产量有限 这个问题难以得到快速解决 欧盟委员会 卫生和食品安全委员基里亚基基斯 则在会上呼吁 在当前疫情危机加剧的情况下 欧盟成员国之间加强团结至关重要 各方需要以更加公开和透明的方式加强合作 韩国外交部6号下午宣布 将从9号零点起暂停对日本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 韩国政府还将对从日本入境的所有外籍旅客 采取特别的入境管理措施 据韩国中央防疫对策本部7号通报 截至7号零时 韩国交6号零时新增483例新冠肺炎病例 累计确诊病例增至6,767例 共出现44例死亡病例 好的 接下来又到了广告时间了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南卫视海峡舞报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日前 东南卫视地球之级旅行破冰船南极行动项目 环球探险家张新宇梁洪带领团队驾驶北京号破冰船 历经一个多月的航行 终于抵达南极罗斯海并成功登陆 东南卫视编导李小冬带着的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旗帜 和寄托着粉丝满满祝福的旗帜 首次飘扬在南极大陆上 回顾这一路的航行 从中国出发后 北京号破冰船也航行了超过一万五千公里 一路穿越中国南海 菲律宾海 所罗门海 南冰洋 最终抵达了世界最南的海域 南极罗斯海 一路走来 他们遇到的第一个大难题 是南半球的西风带 最高的海浪达到了六米 最大的风力达到了十一级 最颠簸时 船舶一度倾斜到了四十五度 他们每天晚上都会紧张地查看天气状况 不断调整速度 最终安全地穿越了西风带 穿越过风浪 破冰船遇到的另一个难题 则是南极冰区 南极的浮冰非常密集 遭遇的最后冰层达到了2.5米 旅行团队每天都会在舰桥直搬操作船舶 穿过危险的浮冰区 特别是密集浮冰区 船员们需要时刻保持精神集中 瞭望前方的冰情 因为表面看起来并不厚的浮冰 水下部分还有多厚很难确定 一不小心船舶就会损坏或者被困 经历了诸多困难 张新宇和梁红终于驾驶着北京号破冰船 并在舰载贝尔212直升机的帮助下 抵达了南极的罗斯海 旅行团队在南极罗斯海停留了一段时间 帮助来自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的科研人员 进行南极走航大气成分与气象观测 海洋表层水体微塑料监测等科学研究项目 目前 北京号破冰船已使离罗斯海 踏上返程之旅 他们又重新迎来了南半球西风带的严峻考验 预计他们将在一周内冲出西风带 并在4月下旬返回中国 地球之级旅行破冰船南极型的节目 也会在今年第二季度在东南卫视播出 好的 今天的海峡五报就到这儿了 我是小丽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